最后讲到什么 我念引起的疾病 这就是一念 这念头是什么呢 这个念头都是染污 严重的染污 身心都染污 心是心染污 心染污就会变成了 五脏六腑染污 这是幕后一段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身心是很健康状况 来到这个世界 心地清净 没有染污 所以你看婴儿身体健康 染污是长成之后 慢慢地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 有了明文立扬的念头 有了贪嗔痴慢的念头 就麻烦来了 如果能把持的 虽然是有 还能守住分寸 不太过分 你还能够得去 如果太过分了 就会让你五脏六腑 得病 这种情形在现在 无论中国外国 比比皆是 这得是肿瘤癌症 这个经常说的好啊 肝病 炎病 啥意也太重啊 你今天去调查一下 哪些人肝怎么样 炎怎么样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他沙夜中吃我 天天吃我 吃得太过分了 他会在这种病 心脏不好 口食不好 口食不好 这个病 饮酒的罪业 饮酒太过分了 引起心脏不好 盈月过分了 肾出了问题 耳朵有病 叫耳鼻吼 这个地方肾病 妄语的罪业 疲藏出毛病 谁也有病 如果是犯了 悼罪 巧取豪德 废出了毛病 肾出了毛病 你看 里面是五脏 外面是五官 言而必须 悔无皆 舍佛的人 不能吃五戒 不能修舍善 那你五脏都有问题 五根有问题 五根是什么 言而必舍善 里面五脏都会有病 这是不善的业所干的 如果业消了 这些病就好了 一切发重新相生 这个道理 不能不同 这是讲 对身 身心的任务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